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Gadget Live 第四天的直播 第四天的直播 很忙碌 為何我們今天開個直播 主題當然就是這個 Play Station 5的開架 開賣消息 昨晚4時Roman也有直播 有沒有很多粉絲看的直播 晚上反而應該不多 可能大家有其他人跟著看 那個時間太早了 之前一晚01我們也看完才 01OK 01很辛苦 先說給大家期待的事情 我覺得最吸引就是大家想知道這部機器到底多少錢 昨晚直播就有說 分別是有跌板是499美金 沒有跌板是399美金 是的 香港Play Station今天也說了這麼多 剛剛就發表了一個價錢 香港就是 PS5的乾跌板是3980 這個數位板是3180 其實兩者的價差都是800元 那如果跟美金價比就白算 是的 就是 相差一點 香港就說 但是香港版呢 因為它首發地區就正常為 11月12日開始賣 但是香港就會遲一個星期的 是的 順提一帶 暫時全世界只有一個地區不能買 是的 是的 大家自己參與一下 那個地區不能買 其實都 合成的 以前PS4不能買 是有些問題要解決的 不過究竟解決什麼問題呢 之後再說 是的 我們關心一下自己買不買到 可能大家會擔心一下 到底會不會 食炒價 或者早點有水貨玩到呢 這樣自己到時再考慮 是的 我想有一個星期水位 如果有些很快的美版機 都有些少少偷雞位可以做一下 因為通常都是美版機 偷跑的時候 偷跑得特別快 經驗比較多 是的 以往PS3、PS4都有這個情況 不過其實如果GAP都是一個星期 就分別不大 其實就說了PS5的價錢 我就順便說了這個Xbox 雖然可能香港人就未必第一個想 就會先考慮Xbox的 很多人都會先考慮PS5 但美國其實兩邊就是誤播的 就是誤播的 這個售價 因為售價其實在香港之前都說過 售價也說過 售價也說過 是的 再說一次 如果是這個Xbox 就是有干碟的那個 就380 相對這個PS5便便宜了100元 這個數位版就很便宜了 280元 是的 但是大家記住 CVS其實是一個規格下過版 是的 並不是沒有碟那麼簡單 大家就是情感兩邊 就是跟這個PS5不同 PS5就純粹是沒有碟 聲紋出來的畫質就是一樣的 但是Xbox就差一點的 因為它只是強調說 最多只可以行到2K 120Hz 以及強調是4K 但是4K就沒有說多少Frame rate 隨時可能是4K30 或者好一點才會有4K60 我覺得其實可以除了考慮機能之外 也是可以考慮你配什麼電視 就是我買到4K60 其實我用螢幕來玩的 其實你又不需要 是的 因為有個升級潮就是 我們大家家裡的電視 到底跟不跟得上它的規格呢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真的跟你說 你82Hz的設備 因為很少電視有82Hz 其實也是今年才出 是一個特別的型號 除非你是打開一些電影遊戲的玩家 家裡可能會有一部高Hz的螢幕 但是去到4K有82Hz的話 就算螢幕都貴了 螢幕都有都很貴 電視其實比較容易的 因為很多家人都已經有4K電視 就是4K60就不難去達到的 是的 那只不過就是4K82就要是今年 或者是這一季大家換電視了 那剛巧也都在考慮那幾部 有4K82的電視了 嗯 那都想說一下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有心去 比如明天去訂PS5 又或者是22號 因為Xbox那邊就是22號 就是下個星期才可以開始預訂的 那如果是PS5 我想大家都很熟 如果訂回Sony的遊戲機 都是Sony Store Online 上網訂 又或者是PlayStation的Premium Store 即是俗稱的藍店 是的 那兩者都可以訂的 不過有些網友在我們Facebook留言 他們說如果真的訂就最好去Sony Online Store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Sony Online Store 你消費呢 就有分數計的 那些分數呢 就可以變回CashCube 那你賣其他Sony的產品 就可以當錢用 是的 那我們有個同事 我們按回有一系列可以訂的網站 那時間就全部都會是12點訂的 那Store那個 就是有三個 今次多了一個地方就是CSL Lock on之前有沒有 Lock on之前也有 Lock on之前也有 CSSL就多了的 多了一些CSL的他的網站 其實CSL你消費有些 例如你是對級會員的 也有分數計的 可以拿回一些分數去買其他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當年這樣用 那這些就是少少拿著數的貼士 不過有個就十分之搶眼的地方 大家都說PS5的手套這麼多組件 到底會賣多少錢呢 那出來他就說是賣這個 5400 那就跟Switch的一隻 再看差不多了 不過我們正當這個 其實都預期之內的時候 我們剛才收到Xbox那份新聞 竟然說出Xbox那隻搖控器的價錢是多少呢 那它22號 就是由這個預訂 那如果你在預訂期間 就可以追加一個優惠組合 那加519 是519 那有什麼呢 多一個黑色或者白色的 Xbox Series的無線手套 那另外呢 就包括一個三個月的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是的 但是這個組合的原價 是的 原價是738 我想你把手套也扣起來 都應該都不便宜 但是它是歐田微那個 但是歐田微那個 歐田微那個 是最貴的 但是三個月而已 但是我記得本身那個 歐田微的Game Pass 都應該是有一定的價錢 一百 歐田微 一百零元而已 是的 但是本身歐田微 第一個月是10元而已 是的 實際它其實賣了兩個月零十元 不是的 你用完那十元才再放過 就是自治合合的手套 就是四個月 說自治合合 到底是不是Microsoft的手套 有心標高的卡 就不太清楚了 所以你七除八糟 其實有一個 Xbox的按鈕反而不便宜 是的 那我們進入下一個話題 我想問 Xbox Series 那個手套 所以那個樣子 其實就是跟之前Xbox 的按鈕差不多 或者米奇可不可以轉一轉 剛才Xbox那張 Xbox那張 對 或者我拿回之前Xbox那些手套 可以不可以 它的手套其實基本功能就很便宜 對 只不過是它那個 原本是有個叫Menu 有個叫什麼 我們那次在查 Menu和View Menu和View 那它將其中一邊掣 就更新了 做一個Share 但是呢 暫時都是說 主要是針對一些社交用的功能 可能說我隨時做直播 我隨時更新 其實 跟PS5就大同小異 我覺得這個是像Xbox One Elite的按鈕 是的 那Elite按鈕那樣都不便宜 是的 Elite按鈕那樣都不便宜 對 Elite按鈕那樣都不便宜 還有它這個手套 那就可以多個制用 因為如果有些雙打機 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但是說多樣性 其實功能性 XPS5的手套吸引態度 是的 就是單講的方便 單講那個手套的控制功能上面 當然你的遊戲用了多少成的手套功能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還有一個手套的規格 是的 這個是Xbox那個 不是這個是ZS 對 ZS5 這個很厲害 就是它有喇叭 有這個F2 Checker 有這個大量的功能 有時候大家會說 喂我這隻手套都是賣5400的 5.1的 這隻 5.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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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有內置充電 即是個人 即是很香港人的心態 通常都說 現在就這樣看 其實都是PS5 都是玩遊戲本身 其實昨晚都有 在PS5的發佈會 都有講過一些遊戲 即是手套遊戲 我們會不會跟大家介紹 手套遊戲 是的 我們簡單講一下 那你要幫忙 要同事那裡住一住 我們是1 是的 好 那我們就為大家介紹 因為 最重要是 試一下 最重要是 出一部機 買回家 一開始會有什麼玩 其實就粗力介紹一下 好 PS5 手法有6隻遊戲 第一隻 就是Snapboy Big Avenger 就是一隻 低年齡 一點的遊戲 因為PS5 那邊 就強調自己的遊戲 定價會是 39美金到70元美金 香港新聞稿就會說是308元到548元 這個就是香港的定價 第一隻就是手法遊戲 年齡比較低一點 不過通常根據二話經驗 其實都是賣大人多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都是騷擾的機能多 是的 每次有PlayStation 新款式出來都是這個遊戲 是的 那我們可以跳去下一隻 好 好 因為我們現在說的是第一廠的PM 這個是Sony自己的 是的 第二隻就是 大家都知道這個就是 Marvel Spider-Man 主角換了黑人Mike 如果大家有去年一起看這個 New Universe 是不是那一套 那一套電影 大家應該會認識這個主角的 卡通片 卡通片那一套 就是大家會突然覺得 它走在那個市集那裡 看到它的Way Tracing 是的 很厲害 Way Tracing 這個應該是真的MP 應該會是聚焦的 一些真的MP 那這套橋很像Avenger 那之後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這個 這個珠珠仔拉橋 就是一些致敬的畫面 拉回去 拉回船 拉回船 那個組的Iron Man 就幫你 拉回船 畫質來說 這個都 有上升的 對回之前那集 PS4 其實都有些少許起隔 就是動作遊戲的優勢 就是你動得快 你可能不嫌它的畫面 沒有問題 好 那就是下一隻 這個 PUS Connection 這個不播著 這個不播著 待會我們先說 播著遊戲 好 好 另一隻就是 私心推薦Demo Show 那就是一些 我們叫作死類的遊戲 就是處打高難度 惹到你扔手掣 那些 那些 那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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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系列的第一隻 的雲系遊戲 那就是Demo Show 那雖然 就不是本身 從軟體製作 就是找了第二間廠去做 但是呢 暫時從畫質上表現 或者一些遊戲性上 大家都看到 原來一隻 十一年前的遊戲 重製了之後的感覺 是 那些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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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隻是不是那隻賽車的遊戲 Destruction All-Star 其實我都不知道 又開車又打架 對 這隻又開車又打架 格鬥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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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邊開車 你可以跳下來 跟別人打 物理隔車 對 為什麼又有人 又說開車 為什麼帶別人跳下車 就是開車打架 真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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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舞鬥轉 會在高達上跳 可能打是同一個道理 哈哈哈哈 沒錯 那這隻就是 應該是第幾隻 這隻就是 第1 2 3 4 Extro 這隻就是第5隻 Extro Game王 這隻就是最後一隻 獨佔遊戲 其實它是內置在PSI裡面 那主要 其實它一開始就說 這隻是一隻 功能的時候的遊戲 或者是 你買了一部機 或者你不幸買到這個偷跑版 沒有遊戲 怎麼辦呢 這隻就是內置的遊戲 當然 我們相信Sony是不會 那麼搞笑 以前世家的那些 Master System 都有內置遊戲 又玩回 因為其實PS3都有內置遊戲 PS3 PS4都有內置遊戲 PS4都是這個 這個Game王 Extro Game王 做內置遊戲 嗯 我覺得這隻遊戲好像這麼圓 那手法的遊戲 就有六隻 那包括剛才提過 那就是這隻Game王 不就是 Sony自己的手法 是這六隻 那定價就全部 其實都 我記得 除了Spiderman之外 其他全部定價 都是59.9美金的 但是呢 假如你覺得新遊戲 不適合怎麼辦呢 只要大家有PS Plus會員 就可以有這個PS Plus 去玩一系列的狗遊戲 但是因為數目更多的關係 我們 一整個遊戲 其實都多了 你不會每個人 一日24個小時 每個遊戲玩一個小時 這個就是 你是 對 一系列玩過的 包括了 類似是 就數二十隻左右 那第三廠的遊戲方面 我們真的不得不提 Xbox的慘況 就是我們 這個我自己有些個人批評 這就是 Minecraft Dungeon 是 你需要再講一講 Minecraft 都不用了 不用了 那我們跳到什麼路 跳到Xbox Xbox那裡 我們先停一停 Xbox那裡 這個遊戲情況 我覺得是需要和大家講的 Xbox那裡 雖然是比較多遊戲出 這個我先停一下 但是 它有一個情況 就是 Xbox暫時是沒有自己的第一廠遊戲 就是 第一水的手法遊戲 大多數只有第三方平坊出的遊戲 但是那些遊戲 同時也會在PS5出遊戲 或者已經在一些是舊遊戲的 的移植上去 吸引力方面 就看大家 就是可能說 其實我家裡的手機 我想玩 Boss Dot 它有出PS5 有出PS4 有出Xbox 有出PC 有出什麼 你可能說我沒有這兩隻手機 那你才可能會考慮玩Xbox版 這個我覺得是自己做的一個考慮 所以你會見 我們一會跟大家介紹的 Xbox手法遊戲 大多數都會是 一些大家都會有得玩的遊戲 等下你會見到Boss的標誌 就有兩個標誌 對 Xbox那邊的圈 就只有自己 好一點 但是實際上 其實那些遊戲 昨晚 PlayStation是很慷慨的 有些遊戲 是出了對家的標誌 對 那我們可以轉一轉 因為那時候 它還沒有趕實際的期 所以它不會出標誌 第一隻就是刺客教條 這個 維京紀元 我記得大概是這個什麼 是 維京紀元 那麼 手法遊戲 原本是說11月17日出的 但是 因為 Xbox那個推出日期 就只是說 我們聽到10日出 但是 對方有PC版 會有PS5版 是的 那麼 如果你對策是你很有愛 那麼 你又想早兩天玩的話 你可以考慮一下是否在Xbox版 那麼 PS4版 還沒有說過新的更新 還沒有說過新的推出日期 那麼 估計應該會是首發之一 是的 估計而已 估計而已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會是PS4和XboxCVX直接上PS5版的 是的 也會叫做首發遊戲 但是 就是 遊戲 好 已經出了 停價的方面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要考慮一下 手法就是 再次再代遊戲機平台的手法 在XboxCVX推出時 你就可以玩到的遊戲之一 但遊戲是出了的 是PS4 是的 不過 可能PS4和PS5的畫質會比較好 但是未知 對 對 那我相信那個效果應該好一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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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隻就是Wars.Legion 這隻其實會在10月出先 10月會在PC後出先 然後就會在11月10日出Xbox版 PS4版未知會不會跟上那兩部手法 其中一隻手法是遊戲 PXboxCVX的手法遊戲 對 這樣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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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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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 我们现在暂时用这个手法陣容 大家会发现 XBOX Series X Special Edition 我们这边设置了 最后一款Devil May Cry Special Edition Devil May Cry是上年4月左右出的 因为这个游戏本身可能太短 未必打玩得开心 但它这条游戏就用尽游游戏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 它很强调这个游戏 这个升级版就有on off的游戏 支援4K60 4K不知多少Hz 还有有82Hz模式 因为你看它的游戏给大家看是强吸引 XBOX Series X有大量的游戏玩 但那些游戏可能是一些舊游戏的 例如你买那个 XBOX Game Pass可以有大量的过千个游戏玩 但因为那些大多数都是属于舊游戏 那你可能说我开波 买游戏的价钱会比较低 是因为 就是多3,800元买那部机 那我可能每个月给100多元月费 去玩一些舊游戏 顶到一些我想玩的游戏 顶到一些我想玩的游戏出现为止 或者是PS5 原来投水的游戏吸引我买 现在这个就是看你自己本身是哪个阵营的 不过怎样说也好 因为其实两部游戏机开了价 在说都是3,900元的税位 就是持有100元 那相比电脑那边的游戏 因为可能大家都很关心 电脑那边其实 我想近这两个月 在Hardware那边其实都挺热闹的 就是无论AMD的CPU 或者是未来的一些新的显示卡 都会带动到很多PC的游戏的硬件 就是刺激到 但是其实在这个成本上面 就两部游戏机开了架之后 你就会看到分别其实都相当之大的 尤其是如果你想着用新的电脑 比如可能你用3080、3070 或者再配上CPU 就是你整部电脑可能是15000至10000元 15000了 我自己计算数是10000元 就是用尽量i90代加3080再加10000元 就是了 10000元还未计算 还有其他东西 我当你用电视或者用一样 但是就是说 很多时候你砌机不允计Windows钱 对不对 Windows的钱已经在那里 是 对啊 对啊 所以说差不多 几十个percent的 因为你砌机比较便宜的 那个Windows是1000元的 那 如果你说手法Game 刚才你讲的很多手法Game 其实都会有PC版的 但是暂时 其实Sony那些就只会在PS5那里玩到 这个就是 Acebox那边就反而有PC版 是的 我觉得如果你纯粹说游戏 玩到游戏的感觉 可能游戏机会满足到你的 但是如果你说 真的要去到一些很细节的4K的画质 我想就是有时间或者迟连游戏机出来之后 加上那个电脑的硬件 有机会我们再比对一下 到底那个画质 或者操作 或者流畅度上面 那个分别究竟有多大 因为可能以往就会相差很远的 就是电脑和游戏机的分别 但是现在当游戏机也有ray tracing 都出到4K60甚至乎4K82的时候 其实距离是不是真的有这么远 就是三倍的分别呢 或者五倍的分别呢 所以这个都 可能大家买游戏机 或者可能可能有些人都 因为说 譬如3080 都是 这几天就可以卖到的 是的 那究竟钱应该怎么用呢 我想大家都心里入手了 是的 那其实我们现在Live 就是说这个PlayStation和Xbox的同一时间 Sony那边又有新东西出的 是的 那就是这个XPF5 Mark II的手机 是的 还没说完 是的 还在说中的 是的 但是这些规格都 我见有几个美国的新闻网站 都已经报了出来 其实都是 都是 就是 这个影片 看我们是Q出来 我们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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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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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回1号 1号 是的 我们在说那个 机的外人 和机的 世界的Live 是的 我们先重复一下 刚才说了的东西 那其实这个XPF5 Mark II 最主要买的什么呢 就是 上次XPF1 Mark II 就是卖这个 4K显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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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1080显示屏幕 但是呢 就小一点 6.1吋的屏幕 就是整部 其实这个定位就跟XPF1和XPF一样的 但是呢 今次呢 如果相比XPF1 Mark II 分别在于屏幕呢 就是 今次虽然是1080显示屏幕 但是就有120Hz 所以你现在看到 他在那个直播上面 其实都挺大的 蝙蝠是强调在这个游戏上面那个 画面的表现的 刚才他就 刚才他就展示了那个 打机 他应该是找了一些电竞转手 他试那个打机 那个效果 就是他有 因为他 我们画面看到 official smartphone 这个call of duty mobile里面 其中一部机 这样可能 对 对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有了 比赛制定游戏 对了 120 frame的画面 和240Hz的 中控那个 反应 其实对于打机的朋友 玩手机 game的朋友 尤其是玩FPS的 手机 game的朋友 就真的很重要 就是以前 就是久连大家都亏在那儿 受FPS的时候 你真的可能说 斗技术 但是如果当硬件都upraver的情况之下 你会发觉硬件和技术是要两样区别的 是的 就是可能之前我们要专专买一部电竞手机 去打机 其实现在 这部机其实都会 电竞向 电竞向 但是起码在波形 厚度 重量方面 就不会好像电竞那样 专专的整一部机 可能因为要搞散热 就很大部位 很重 我觉得是有点 all round 一点 all round 一些all round 一些 八六五 是一样的了 跟这个 八六五 八六五 是 这一刻 官方的 spect 还未出的 真的要再查一查 因为八六五还是八六五 八六五 是的 那 我记忆 这条不是官方的 不是 good spec good spec 有时候 有时候 口感 会不会有个加好 忘记他放 他说完之后 就有心理 不知道 一看新闻 4000mAh电 OK 有4000mAh电 其实 你看回 Xperia 1 Mark II 打机 它有一个power control功能 就是直接拆电电源线 那它就不会充你手机的电子 它是直接供电的 我觉得这个功能挺好的 是的 就是不用令到你部机 热热热 打机的时候 是真的会 液量真的会降低的 4个颜色 刚才有4个颜色 1 Mark II就高级一点 少一点颜色 或者比较上测识一点 测识一点 测识一点 Xperia 5 Mark II 还会有点 刷子 转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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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粉红色 好像上次 少少像粉红 就是没有上次那只 红的那么重要 是的 拍照应该是跟 Xperia 1 Mark II一样 眼部最销 这个是最硬还是什么 眼部最销 动物都可以 即时眼部最销 是的 那你见到 那这部 Xperia 5 Mark II 都跟Xperia 1 Mark II一样 有3.5mm的器材 是的 基本上缩水版 是的 缩水版 拍照一样是有这个 PROFORTIONAL的界面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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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转弯一下 转弯一下 转弯一下 可以 我看看转弯一下 它有一个Live Hang 还没停 等它完结 先完结 先停 可以 现在我们 行了 其实它前面 它是 它是 搬了一个 Sony Square出来的 因为我刚才就没有听 是的 刚刚直播完的 影片通常都有 正的 它有一个部份 我不想买多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的 可以吗 可以吗 我们现在 因为我部机 但是这边我部机 很慢 不知道为什么 我們衝動了,現在出來了 拉前一點 我們拉這裏 把其他東西,無關同樣的東西讓我先關掉 他前面波,很奇怪 他找回Sony Square出來 不知道說什麼 我現在按一按再看看這個位置 其實最近Sony有很多東西出 這就是銀座的Sony Square 其實它又裝修了,Sony Square Sony Park,因為上面的東西還未建好 為什麼有這個Sony Park 因為它之前Sony Square那一座大廈拆了 其實它在銀座Sony 另外有一個地方搬到後面的街 就有一個很漂亮的Sony的專門店 但是當然沒有以前的一座樓不大 它只是一層而已 現在這裏就變成了一個公園 但其實它是有一個重建的計劃 之後的計劃就在上面再建東西 但再建東西就不是商場來的 都是一些我想是多藤式的展覽設施 但是多藤式不會再是Sony的整個 即是不會,用途會變成的 對,用途會變成的 對,看不到就沒關係 我們稍後也做一個報道給大家 其實都可以說回一個價錢 其實剛才也公佈了這個價錢 美國那邊,這個Xperia 5 Mark II 就是會9月29日開售的 即美國那邊 價錢就是949美元 7000多元 正常的,現在5G的旗艦機都要7字頭 要說它還要屬於我們說的叫輕其量 其實我覺得不是輕的了 你有82Hz的話 即如果你問我兩部機放在我面前 Xperia 1 Mark II和Xperia 5 Mark II 我就會選擇Xperia 5 Mark II 為什麼呢? 就是4K螢幕,即是之前Xperia 1一樣 我用Xperia 5 4K螢幕在手機上面的意義 我覺得是不大的 因為要大家在這裏 首先你不動電視 就是你6吋畫面看4K 其實4K和1080 你的PPI計算是密了 但你用眼看下去 你不會覺得多了很多 是有分別 真的聞下去很近看 是會有分別 看字那些可能會比較少 第二就是說 其實在4K上面 畫面上面 你展示到什麼出來 可能你拍的照片 你自己拍的照片 可能是1200萬像素 你拍的照片的解像度夠 那可能是會比較著數的 但是你看一些網上串流的影片 就算去到Youtube也好 現在那個Mobile YouTube 是未能取得到4K 其實你做不到Pixel to Pixel 就算可以做到 它都是在手機上面自己去做一些上升 那這個差別不算這麼大 當然 那這個不好處就是 4K螢幕相對 一來成本會比較高 令到機價跪一些 第二就是 耗電量 4K螢幕是比較高的 反而你現在這個8-2Hz 就是 8-2Hz都會耗電 但是我可以選擇不開 應該是可以選擇 是的 我可以選擇不開 譬如說我在某些情況 可能打機 看片 或者我可能展示 要看一些文字 我不想這麼累 都可以選擇 但是我平時可以選擇 那變了我就多一個選擇 反而就是 1080我覺得是相對比較實際 那當然有些人 當然有些人 就 不是考慮這件事的 他純粹說 我要大一點個螢幕 Xperia 1 螢幕大一點 Xperia 5 螢幕小一點 那我要大螢幕 那我就選擇了Xperi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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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的8-2Hz更新率 他好像也有點巧妙 他之前曾經說過 可以模擬 是之前 可能同事 可不可以幫我去前面一點 就是剛剛說 8-2Hz的畫面 應該是 應該是 這裡 他說可以玩 這個遊戲模式 對 他說是8-2Hz 但是他 其實 剛才對 剛剛那個位置 對 後面 就是車 那裡 車 賽車 差不多 差不多 那麼 大家都覺得 有些機器也有 但是 其實他的8-2Hz 有少少 巧妙 我們可以留意 這個 他說可以做到240Hz 就是Motion Reduction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前面 剛才有一個 一瞬間 一瞬間 對 可能 出了韓子 對 Motion Reduction 對 Motion Reduction 對 就是說 那個畫面 再流暢一點 殘影更加的實勢 更加的少 那麼 究竟出來的效果 真的怎樣 真的要用實機去試 才可以 你什麼時候試 嘩 這個問題 問得好 有消息 就說 Sony 其實就準備下 一個星期 就搞 一些 說明 的事情 應該到時候 就會有 香港的價錢 那 其實我應該 應該會 不知道有沒有新聞稿 在等著 我們 看看會不會有香港價錢 不過我猜 真的要去到下個禮拜 才有香港價錢 究竟 香港賣多少錢 你剛才用949元美金 計算下去 都心裡有數 是 7千多 是 我看看 我能否找到上年 這個Xperia 5 賣多少錢 那 可以去 去 好像5 5 好像 5千多 5千 5千 5百多 就是這樣 那時候 就賣 599 是的 我記得 上一代 上年 差不多這個時間出 599 究竟今年賣多少錢 我覺得 我個人說 可以 6千多 如果是 如果是 即是你覺得 美金價應該 貴了 對 整年一步的美金價 大概是多少 嘩 上年的美金價 這個考試 真的 容易 比較 好像 不敢 這個 真的 你剛剛有個 美 你 什麼資料搜集的 不是 真的 我 準備得 不是 我知道 有些冒犯的問題 你剛剛說 我現在 google 根據網站 某網站 就 598 美金 599 今年是 799 949 所以差很遠 究竟 為什麼差這麼遠 是不是真的 真的 這麼貴 如果這麼貴 大家買不買 老實說 7千多 真的要想 是的 因為這部機 雖然有8.2GHz 10 8.65 但是 你說的 可能 我買4K的Xperia 1 Mark II 都可能差不多的價錢 其實它上年的經驗 就是Xperia 1和Xperia 5 那價錢都不是差很遠 是 差1千元 甚至乎 為什麼 因為Xperia 5剛剛推出的時候 Xperia 1都賣了半年 嗯 那就 外面都會拿下價的 那價差呢 就更加貼 其實差幾百元 是的 所以就 就是你就選擇 大螢幕 好像我這樣說 你不要 4K 就是你要大一個螢幕 你要大一個螢幕 還是小一個螢幕 Performance就差不多了 是的 沒錯 好 今天就這麼多 是的 還有明天 明天是什麼 明天就 明天就 現在不趕著 不然大家都會猜到 不趕著 是的 應該明天有些東西 明天的setup 會比較多一些東西 是的 好 我們明天幾點到 大概 我們會不會有預計 我們有講解 我想還是這時候 不要太晚了 我們這些 兩點鐘左右 我們今天星期都 看東西是否要花錢 哈哈哈哈 我們今天星期都幾多飄分 是啊 因為我們今天晚了 所以剛剛就有兩個新聞稿 Sony和Xbox 一起 都是兩點多才收齊新聞稿 不如一路趕著等這個直播 就可以順便我們說 沒錯 所以就兩點多三點鐘 這時候開始了 今天就 好 明天究竟有什麼呢 大家記得留意了 好 到這裡 拜拜 拜拜